歷來最差施政報告,不獲立會致謝 宣布議案被否決 當然是否決 上個月CY第一份施政報告都無料到 新問題拖自決 年年都會提及行政立法關係 今年連提都沒有提過 所以在泛民聯手之下 辯論了3天共31小時 結果都無法通過分組點票 我和你是敵我之分 所以我無需一直說行政立法關係 總之我就和你對著幹 他還說之前電郵給CY 和他解釋議員派平特首系天職 但CY警員說行政立法要互相配合 不過無論如何 誠信破產的CY 泛民一定不會再相信他 梁振英在這樣的處境下 已經沒有誠信之下 管治根本不可能是在一個沒有誠信的情況之下 繼續下去 唯一方法是梁振英下台 多謝主席 他就說CY不單沒有就政改 和同志平權諮詢 掌聲張又誤到掌者 早派連尖啤刀出來踢爆他 看來要抱選自有希望了 不過保皇黨就繼續為CY護航 有人說越簡單就越好 最好簡單到有張永久居民身份證就可以了 對此我真是不敢夠同了 起碼我不希望在選舉論壇的時候 會看到排排坐幾十個候選人坐在那裡 在那裡辯論 你假如這樣的情況的話 市民真是無從可選 除了保皇黨 一班高官都為CY護航 說因為要處理民生問題 所以暫時不可以啟動政改諮詢 民主黨昨天早就跟CY來一個早餐會面 但民主黨的人說 CY無論政改問題 犯民敵我矛盾和千啤的爆料 他一概是比就比 難怪港大民調公布一月的民情指數 跌至78.9 創了去年9月以來的新低 對管治滿意度的政評數值 都跌至85.3 民情指數下跌 反應了市民對施政報告的完全不收貨 不知今年7日會不會像泛民議員那樣說 刺激到這麼多市民上街呢?